好 各位同學 我們接續上一支影片的探討 那我們的這個下一頁 那這一頁這個東西上課有講過 我們只要服貼我們的圓盤的數據 在這個上面就好了 然後呢 每一組有三到四個人 那就是每個人貼一張或是兩張 好 那這個地方呢 上面這個問題大家要回答 他可不可以形成一個封閉的三角形呢 那這個答案呢 必須要等到我們做下一個部分 才能夠回答 好 下一個部分就是有一個方格值 然後我要你呢 把上面的圓盤的圖形做平移 好 那我們圓盤的圖形 原本可能是這樣子 一個這樣子 一個這樣子 F1 F2跟F3 好 然後你就把它F1橫的 然後F2 因為F1我們當什麼 我們當X軸嗎 我們之前有講過 所以我們把它平移到這裡 這個叫做F1 然後F2頭尾相接 你們各位現在在學向量 向量核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們來看看 他可不可以形成封閉的三角形 好 所以這題的答案 到底可不可以形成封閉的三角形呢 就請大家自己回答 不過我相信應該很困難 因為我們實驗總是有不確定度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 要怎麼樣把它首尾平移 首先你要先決定 什麼叫做1公分的項 1公分的項量 他決定是刻重 好 那有同學跟我說 我給的大家的這個 實驗的方格子啊 一個大格子 其實沒有1公分只有0.9公分 好 那我量了之後也發現 欸對只有0.9 那表示是我在印刷的時候 不小心拉伸的版面導致 所以一個大格子不是1公分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畫圖呢 所以我們就不要管這個大格子了 我們就直接你的尺 你的尺1公分是幾克重 自己決定下來 然後我就看你的比例 譬如說 你決定了就是 50克就是代表2公分 這樣子好不好 對不起 他對應到50不是50克啊 50克重 就是2公分 那麼你的4公分 注意不是看方格子上的格線 而是用你的尺尺去看 那麼4公分當然就要代表100克重 不過你會跟我說 老師可是我是50.17這個克重 因為我們的磅秤還算精密度比較高 那沒有關係啦 因為這一個方格子這個 可能也沒有辦法做非常精細的估計 所以呢 就請大家把這個東西就是 取個2位有效數字或3位就行了 譬如說這樣50 那你的1公分 或者是你的1公分是25克 那2克重 那2公分就是50克重 那我就會知道 那即使你是50.17 其實你大概也花2公分 再多那麼一咪咪 我就可以接受了 那我大概看一下 老師 先大概看一下 如果我發現大概看一下差很多 我才會用尺去量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呃 這個1公分幾克重 就是大家自行定義 那自行 那所以最後會對應到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怎麼看呢 這個缺口請大家就是從 指向中點 然後老師用一個箭頭 從起點指向中點 這裡就會有一個缺口 這個三角這個箭頭型 這個缺口呢 我們把它叫Delta 這個Delta就是我們的不確定度 那你就用尺量一下 所以這是非常粗略的估計 為什麼 因為像你看你的磅秤 電子秤可以量到50.17 那你在這個做圖上 其實就很難 如果你的1公分是25克重 那2公分是50克重 你真的很難用那個線段的長度 來表達這個0.17克重 所以這個是大概的 讓大家練習的 他無法很精確 ok 那你就大致上量一下 缺口的長度是幾公分 比如說只有0.3 那要估計喔 因為我們尺的最小刻度是 0.1公分 所以你可能是估計0.35公分 那用比例去算 這樣子是幾克重 把它寫出來 那請你就是還是 如果啊你這個 你這個 就兩位有效數字 那你對應的力的大小 就是寫兩位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會說老師兩位好少 可是我這明明是四位 沒有關係 因為我剛剛說過了 本個這個小主題 練習的目標是讓你知道 他不會完美的形成封閉三角形 他只會怎麼樣 他只會有一個 他會一定有個缺口的 那我們只能怎麼樣出顧他 好 那我們就把這一個 Delta是幾公分把它回應出來 然後呢 要有一個有效數字的概念 因為你的尺有最小刻度 然後最後你的力的大小 給個兩位有效數字或三位 因為如果你是100克重的話 那就是三位有效數字 破百的話就是三位有效數字 好 然後呢你要標明力的符號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會給你打勾 這樣你就沒有標明 力的量值要標出來 這邊F2 譬如是多少 50.17之類的 可重 然後力的夾角 這邊夾角麻煩吧 標出來 力的夾角 好 那角度錯了 我會給你勾 然後呢 你的向量長度跟力的量值不符 就是你這一個這個東西啦 你告訴我的比例 結果量值居然不符了 那這個比例不對啦 我就會給你打勾 那所謂的不對 我不會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 不會做到這麼精確 我會大概看一下 如果你1公分是25克重 那我2公分 我就要看大概是不是50克重 那100克重大概是不是4公分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好然後要首尾相連喔 首尾相連 然後呢 比例太小難以判斷 就是表示你這個平移 平移出來你畫一個超小的三角形 在這裡 這整個頁面這麼大 你只畫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這就叫做比例太小 無法判斷 你的Delta 就是你的不確定度就會太大 那就難以判斷 那老師就會依照這裡來批改 那如果你這邊呢 我就依照比例來扣分 如果你這邊沒有達到這些要求的話 我就會依照比例一個一個扣 扣下去 那我們這個 三個 這個供點力 也就是所謂的圓 環 的三粒供點 我們就講到這裡 那四粒供點的圓環 也是以此類推 我就不再錄製新的影片 好 那我們這支影片到這裡結束